民众期待许久的普发现金6000元有了最新的进展 财政部在今天宣布五大多元管道发放 包括了ATM、邮局领线、直接入账、偏向造册登记 以及最快能够领到的登记入账方式 将在3月22号早上8点钟正式的启动预先登记作业 但是民众担心一开放登记 网站会不会又瘫痪了呢 对此政府有因应的方式 将采身份证字号或者是居留证的尾数来做分流 输入网址临线金专属官网即将上线6000元就快来了 最快登记入账的方式 3月22号早上8点起就能预先登记 输入健保卡号、身份证字号以及户头账号 12岁以下孩童、父母或监护人可带领 领取方式还不止这一种 包括邮局等金融机构的ATM也能领 只要准备好三张卡 就是身份证、健保卡以及提款卡 并且认明有这个普发现金标示的贴纸 如果不想在一天领取呢 也可以直接到这个邮局的邻柜来领取 也是考量到长辈可能有数位裸查 有上网我们就不会上网 就麻烦看这里有没有人帮我们 不过上网登记看似方便又快速 但就怕开放一瞬间民众涌入造成大当机 网友直呼直接发很难吗 还要等多久会不会网站又瘫痪 感觉就是要筛包要等很久 去就很烦吗 会一定会塞 每一次都会塞啊 财政部也有对策 3月22号到26号 财身份证字号或居留证号尾数分流 每天开放两组尾数登记 28号可查询有没有输入成功分散人流 另外还有两种领取方式 有例行性领取政府津贴或年金者直接入账 在特定偏乡则可到派出所造册登记 全民普发现金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所以政府在规划多元分流领取方式 让民众能够方便领取 只要预算一通过 我们就以最快的速度来发放现金 实际发放时程还要等立法院三读预算 规划多元管道发放 民众领线更便利 记得女士们留出文台报道